小酸就是四川的其實窩窩雞 其實鍋鍋就是四川的玩具 它和四川的火鍋有點類似 火鍋它是吃熱的 鍋鍋鍋是吃涼的 尤其是夏天 吃火鍋都會太熱 波波鸡是放凉 吃起来会比较清爽一些 我是肯定会喜欢点这种 This is good, it's good. I like it. Spices are very, very powerful. Parship 我亲手做的啤酒波波鸡 这个波波鸡的汤底 我们是连夜熬成的 也是波波鸡的一个灵魂 20个种香料熬制而成 用了一些西餐用的食材 比如说肉桂、蛇蚝叶、香菜籽粉 炒制过程中我们添加了克隆啤酒 有一股清香味 食材切好之后汆水煮熟 汆成串 然后之后来浸泡 让每个食材都入味 初餐吃再增加50克的啤酒 来增加菜品的清香度 所以说是辣椒 这个食材很咸 但我仍然能吃到不同的味道 很好吃吧 那个小麦喜酒的味 我当时没有觉得有那个喜酒的味儿 但是就是这个很香 我对食物的感觉最好就是香 很棒 这个波波鸡是我们成都店的厨师长发明的 因为它是四川人 就是有一次在出去喝啤酒吃波波鸡的时候 它就突发气象 为什么不能把喝龙啤酒和波波鸡结合一下 哈哈哈 吃不了辣的 也可以尝试一下 而且没有那么油乳 这个是比较辣辣肥多